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根据台北市的资料显示 近十年仅有四成的市民 有规律运动的习惯 市府以打造运动之都为目标 推出为期四个月的 2024台北健走区的系列活动 培养市民健康动态的生活 民众透过健康知识问答 或是完成健走任务 就可以集点兑换好力及抽大奖 Apple Watch Switch及商品礼券的好力 等你来拿 这是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 2024台北健走区系列活动 鼓励市民培养规律运动习惯 外出健走从日常生活 请神坐起 那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将台北市 打造三个院子 安全之都 未来之都 以及运动之都 运动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我们希望将台北市 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来到40% 那我们去年 前年鼎刚上任的时候 大概台北市规律运动人口比例 只有38%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 来到40%以上 所以我们有推动各项的政策 以及做法 希望鼓励大家多运动 那很多时候民众都会反映 平常工作太累 回到家要处理家务 要照顾孩子 而且三才老师在外 那其实一整天忙完 没有时间运动 或者是说工作太累 或者是我对于运动没有兴趣 但是健走是一个非常适合 各个年龄层 而且不受空间场域的限制 同样也不用花大钱 采购或去买各项的设备器材 而且也是WHO最推荐的一项运动之一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结合 智慧科技 我们不只是跟踊跃合作 我们健走笔记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在这一次台北市 是我们很多适合健走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上传轨几 累计钻石点数 就可以对外好礼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鼓励方式 让大家能够走出户外 多健走 介于散步跟跑步之间 我想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来多走走 多运动 那另一方面 我们除了像今天台北健走区结合智慧科技 以外 我们也有U-Sport 这个台北乐运动 我们也希望大家下载U-Sport的App 然后注册 然后我们也希望鼓励 二十四到六十四之间的年龄层 多运动 能够参与我们各项的赛事 到运动中心 享受运动的乐趣 另外我们也逐步的来推动台北市 所谓运动中心二连的计划 也就是台北要动馆 好 要 要动馆 好 我们希望陆陆续续 在台北市适合的地点 已经在包括克强 新生 七虎 我们陆陆续续在进行动工 那另外还有几处 总共目前有九个点 而且在既有的基础设施 包括游泳池 综合场馆等教室 都有以外 我们再附加更多特色 包括有匹克球 有三铁的训练 还有射击等等 我们希望让台北市这整座城市 能够运动风气更加的兴盛 能够让运动成为所有市民朋友的日常 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同仁 对这次2024台北截手区的努力 付出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 好好地来使用我们台北截手序的APP 上传你的截手轨机 多运动赚到健康 赚到财富 祝福活动圆满顺利 跟着教练与市长蒋万安一起动一动 市府根据统计显示 近十年台北市仅有四成的市民 有规律运动习惯 因此积极培养市民养成规律运动 活动从6月25号到10月25号 从问答挑战赛的智能 提升到结合载具起身健走 也结合跨局处活动一起挑战 延续我们之前鼓励市民朋友 出来走路的一个活动的延伸 然后我们今年推出来 其实你只要下载适当的一个APP 那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打怪 然后计算你走路的距离 那走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们还有奖品 靠这个积分可以来换奖品 那一样我们希望的 还是市民朋友能够参与这一类的活动 透过健走来增加自己的健康 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大家 台北市的市民 可以在规律的一个运动的人口 能够达到40%的一个等级 那这样子对大家健康都会有帮助 比如说各位像有一些朋友 那可能上下班的时候 就会提早一个捷运站下车 透过走路的方式 那这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快走会打到流汗 那对健康更有帮助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鼓励市民朋友 我们大家都来积极的健走 而且健走之外还可以换奖品 而且提升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健走是最容易实践及推荐的身体活动 教育部体育署112年运动现况调查显示 有运动习惯的民众中 最常从事的类型已散步走路 健走比例最高 判借由活动让民众把运动融入日常 记者张启腾 汪郡台北报道 113年公车友善新运动正式起跑 今年起跑记者会首次结合校园宣导 邀请民权国小的学童一同参与 并响应113年交通安全年 深入校园与学童互动 教导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迈入第17年的公车友善新运动 今年起跑记者会首次结合校园宣导 邀请民权国小学童一同参与 运用新型电动公车 让学童实际体验 了解视野思交等相关知识 并教导学童搭乘公车的安全行为 包括搭公车 要招手 握扶手 行人远离大车四周等安全守则 深化学童交通安全意识 要招手 握扶手 远离大车四周 就是前轮它会先到某一个位置 但是因为后轮 因为大车它车身比较长 所以后轮它会在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就前轮你觉得它在比较前面 但是后轮它会比较接近 平常上课上健康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教我们 也会看一些介绍有关这些知识的影片 让我们更加了解 有时候公车的内轮差 很容易让我们发生交通事故 因为当你觉得前轮离你很远时 你都会没有注意到后轮 就容易被后轮撞到 公车不断的在进化我们的设施设备 到现在很多先进的辅助系统 都给我们乘车安全上面有很多的协助 但是最重要是我们所有的运转同仁们 我们的运转司机们 在这个公车上面服务乘客的那颗心 一直都没有变 永远都是站在对乘客提供最好服务的角色 运用这些好的设施设备 给我们的乘客有一个好的乘车的饗宴 也可以有一个乘车的安全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在倡议的交通安全年 人本交通对于行人安全 以及我们乘车安全的守护呢 是今年我们特别着重的主题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断地要去倡导 叫做在行路环境 甚至我们好的一个乘车礼仪 所以今年呢我们特别用 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 从今天开始起跑呢 我们进去这边会协助 跟我们所有人员工业业者 有一系列的活动 甚至在9月呢 我们还会继续地再进入校园呢 让我们的所有学生们都可以知道说 好怎么样跟有一个好的一个乘车礼仪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 进入这样的首次的进入校园的宣导呢 跟我们的所有的国小的小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学习 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公车的 搭乘的礼仪 用好的一个乘车的习惯 你才能在上车乘车跟下车的过程中 一路安全畅行 所以在等公车的口诀上面 我们要举手 然后要握扶手 而且在公车大车的四周围要远离 这样的一个口诀呢 希望能够所有的小朋友都能牢记在生活当中 所以在不管上车 乘车跟下车 都能够一路平安 接下来小朋友即将面临暑假的时间 会有大量的一个时间是在社区里面移动的 因此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间也会变多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公车的视野死角比较多 那我们也借由这个进校教育的一个服务 让小朋友借由实际公车的一个体验 来理解到我们在乘车的时候 包含等公车的一个位置 上车之后应该要自我保护 握好扶手的一个方式 那以及下车之后知道要赶快远离大车 因为车辆有很多的一个死角 那孩子呢 我们都是借由体验来进行学习的 所以在这个公车的一个进校活动当中 就可以让他们借由坐在驾驶座的一个视角 来看看原来大车有这么多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这样的学习之后 其实未来呢 他们就会懂得如何跟大车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 能够增加自己的安全性 9月下旬起 驾驶员也将化身安全大使 进入台北市各国小校园 让不同年级的国小学童 可以学习到搭乘公车的安全知识 透过持续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 112年公车为交通事故 主要噪音的比例为3.86% 较前一年度下降1.1% 乘客主动回馈优良市基建数更有将近4000件 其实这个部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部分呢 是像我们公车 今年度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我们一方面提升驾驶的一个 对于职业的认同跟负责的一个态度 所以有这个颁奖典礼的一个鼓励 那其实从去年度的一个数据来看呢 因为公车为主要噪音的一个事故比例又逐渐下降了 所以其实公车驾驶们他们自己在对于自己职业的要求也有所提升 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起的一个社会风气 就是乘客跟驾驶之间良性的互动 那这部分在17年的努力之下呢 就是在去年度这个民众主动去回报 相关单位驾驶优良的一个事迹也增加了1000多件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民众在这个互动的一个引导之中 也看到了驾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辛苦 以及对于他的工作负责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乘客的心 还有服务的这个热忱 其实有让民众看到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果效 其实对于这个活动长期的一个耕耘来说 就是最好的一个印证 公车友善新运动多年来持续投入宣导志工服务 已触及近4万6千名学童 今年度也搭配主题 为爱启程安全运转 推出一系列活动 包含网路留言活动 人气驾驶票选活动 安全友善公车尽效宣导 优良驾驶颁奖典礼等 共同营造有爱的乘车环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首次发生公车失窃的事件 大都会299路的公车 因为驾驶一时疏忽 没有将车诱使拔走 结果被一名女子趁机开走 失窃的公车最后在南港被巡获 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名女子走进公车场站 随后就开走公车 遭窃的是大都会客运299路公车 当时司机回场站后 意识疏忽没有将钥匙拔走 结果就被这名女子开走 一路开到南港 在汽车换乘其他公车逃逸 大都会客运透过GPS定位 找到失窃公车 并向警方报案 警方获报后 调约监视器追查 目前已经初步掌握 这名女窃贼的身份 将警述查起到案 发生台北市首起公车遭拖开走事件后 主管的台北市公运处方面表示 已经要求业者 针对钥匙保管部分进行控管 公车返回场站后 公车驾驶应该要将钥匙返还调度室 等下次要出车时 再向调度室拿取钥匙开车 业者也回应 针对驾驶部分会加强宣导训练 涉嫌为事的人员也会有相关处分 近期也会派员到各场站机查 落实相关规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虚拟货币已经成为许多人 投资交易的商品 却也成为歹徒觊觎的对象 台北市内湖区就发生了一起强盗案 嫌犯假借要购买虚拟货币 与被害人相约交易 却持刀胁迫 抢走两万余颗 市价约70万元的泰达币 及现金一万多元 并把被害人丢包在新北市树林 刘姓被害人坐上嫌犯所开的白色轿车后 随即被载走 这里是内湖区救中路旁 阳姓与灵姓嫌犯假装要购买虚拟货币 与被害人相约交易 结果却持开三刀 胁迫被害人强走两万多克 市价约70万元的泰达币 及现金一万多元后 将被害人再往新北市树林丢包 内湖分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22日晚被害人从事虚拟货币买卖 遭歹徒社局强盗财务 内湖分局以四行大 共同成立专案小组 经报请市林地检署指挥侦办 并核发鞠票 顺利将嫌犯居提盗案 全案一强盗 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事发后短短两天 专案小组就在新北市台山区 居提两名嫌犯盗案 据查两人有多项前科 其中阳性嫌犯去年就曾以类似手法 诈材虚拟货币 两人到案后坦诚 因为缺钱花用才行抢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强盗 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 移送市林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考量两人犯刑重大又是累犯 鉴请检方申请羁押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 出席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 建坛站的多目标大楼动土典礼 认为这一栋大楼 不仅可以带动市林地区的发展 引导周边的内科 北市科 原山新创部落及生态 设置到计划的效益 捷运建坛站 二号出口旁的这块停车场 未来将会建成多目标大楼 除了原有的转程停车场外 可作为商办 商场 餐饮 会议中心 及教保中心进驻使用 地面会串联绿粮 从速 人行空间 及街道景观 打造广场式开放空间 提升生活及休闲多元服务功能 我们台北捷运建坛站的 TOD多目标大楼正式的动土 我想刚刚董事长谈了很多 对我来讲 TOD是一座城市 整体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一步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其实也许大家不知道 这个案子其实在前年 应该是在我还没 但市长前 当时的督審会议 委员们就有下一个诞书 因为当时有各种地方不同的意见 说要等未来新的市长 通盘了解 排版定案 才会继续 我上任之后 董事长黄总经 有来报告 来说明 所以我认为对的事情要坚持 即便各方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愿意沟通 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变 所以后来专签 我决定还是要为地方 来做一个TOD多目标大楼 带动的不只是士林地区 它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 包括周边 包括内科 北市科 原山创新 以及未来设置生态 一整个tech cluster 的发展是非常关键 所以在确定之后 我们就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 去年签约 我也请全公司加速 今天顺利动工 过去在讲 中山北路是关道 这关道第一排 这么一个大楼呢 是最漂亮的 我们这里要盖 最好的A型 A级办公大楼 但是在这里 不是只有办公大楼 我们上面有景观餐厅 让大家可以在屋顶 可以看得到 包括原山饭店 包括北溢中心 包括我们建坛站的龙骨 这样的一个最漂亮的车站 我们有办公大楼 刚才看到那个影片 可以从那个窗户 从阳台看出去 非常的漂亮 然后楼下有商场 可是更重要 我们有特别有注意到 我们在这里有设教保中心 可以让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呢 可以再把子女带到教保中心来 来有做最好的照顾 我们有会议室 然后我们这里会跟建坛站做最好的联通 透过建坛站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 往北到北市科只要4分钟 往南到台北车站只要9分钟 最近最热门的大巨蛋呢 透过台北车站来转车 到大巨蛋只要25分钟 甚至到台北市政府 新一计划区只要30分钟 往西到新北市政府 新版特区也是30分钟 透过捷御网路 四通八达 我们盖这样的TOD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做大众运输导向的一个都市发展 这个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除了之前40站 明年就会盖好了 这里今年开工 今年底建南路站也会开工 跟市长报告 刚才这个大陆工程的在问我说 还有没有 我说有 我们这个北投机场呢 也正在规划 我们希望假如说可行性研究确认了 我们后续北投机场 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开发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发 带动整体的都市发展 蒋湾市长带领商乡祈福 开工动土 祈求工程顺利圆满 大楼预计117年完工 成为在地商圈发展动力 去年开始 我不管是到新加坡 到韩国首尔 到上海 到日本东京 我都会特别的仔细去关心 而且去了解 这些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会 如何运用绵密的监运网络 来带动沿线的产业发展 所以台北市我们身为 国际接轨首善之都 我们也要善用我们 绵密的监运网络的优势 以及各个所布建的占点 所以 请捷运公司我们加速以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捷运建坛站这里 中山北路 陈德路的交汇处 南往北返的交通要道 同时 也是刚谈到的 许多科技产业 他们的枢纽 同样附近 有北义 有北美馆 有士林夜市跟商圈 所以在这里 未来 它的整体效益 能够带动的经济发展 是无可限量 所以我也要谢谢我们地方的里长 每一次在与地长有约的提案 都很乐见 也给予我们支持 在这里的多么大楼 所以未来这里 它能够不只是满足 所有地方乡亲的需求 它更方便 让未来这里办公 来采购 消费 以及欣赏景观 我们有景观餐厅等等 大家都能够出行 更愿意使用的运输 这也是我们推动TOD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未来这里 地上16层 地下3层 我想它所带给市民朋友的 不只是一个 士林未来发展 所有乡亲 生活机能全面提升的 后收仔 我想它更是结合我们 协运路线 非常重要的一步 蒋万说他专签 决定要盖这栋多目标大楼 因为能带动的 不只是士林地区发展 他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 包括周边内科 北石科 远山新创聚落 及生态社子岛的发展 都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我一起抵折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ermen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魏 薇嘉宜 大家好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Temper 廖 我是雅 大家好 我是 Rainix 大家好 我是跟佩斯 2024台北水舞嘉宁华 6月3日小魏舞演唱会 我在 西空马头彩虹桥 等你呢 你先出来 2024台北水舞嘉宁华 6月30日 B舞演唱会 大家一定要来哦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推广不动产租买透明 提供民众及时正确的租买资讯 从源头减少消费争议 台北市地震局与相关的租认资讯产业团体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800多家产业公司协力 共同打造不动产交易安全之都 在台北市地震局局长陈信良 与多位业者代表共同签名 以及内政部地震市市长王成基建政下 台北市地震局与台北市租赁住宅服务业工会 不动产仲介经济业工会 及崔妈妈基金会等租买资讯相关团体产业 完成合作备忘录签署 希望公司协力 让相关资讯能更精准确实 同时及时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也透过业业师交流 提升业者专业职能 透过我们的地震局的协助 跟各工会的业师能够做一个整合 让资讯能够交流 让专业能够交流 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就是说 既然各位的网站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官网 地震局也有一个 很强大的相关的法令的基础在 那就希望这个两个 这个往往相连 是大家能够共同来做合作 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回到这个 这个租认的或者是租买 这个资讯的精准投放 那这个的资讯的精准投放 就比如说房东跟房客 其实房东 always是房东 房客总还是房客 所以在市场的这些资讯的教育上面 如果我能够精准的 在每一个的实体店面 跟房东说 你要了解的资讯是这样 跟房客说 你应该接触的是资讯这样 那我就要拜托 各位实体的从业人员 在每一单 每一笔的服务上面 都能够让我们跟房东 房客建立这个 这个业务沟通一些的基础 这项全国首创的做法 也获得内政部低增 市长王成基高度肯定 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到 全国各县市 加上内政部8月起将提供 若是租屋房客免费电话咨询服务 将能更全面保障 不动产租买双方权益 内政部未来会在跟全国 会跟全国的所有的这个 租赁业者 中介业者 我们大家合作 很快 因为这个其实 资讯的连结 以现在的新媒体出来以后 非常的容易 那我们怎么提供给民众 不管你要买房 你要租房 都是最正确的资讯 最及时的资讯来提供给民众 那也借重这样子 各位的社会的一个责任 那也可以提供各位 社会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提升 我希望真的 大家业者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努力 那台北市政府 先打第一仗 那后续我想 我们全国 全国的这个 这一块的一个资讯的连结 我们一定会来做 这下合作备用录 也得到 不动产相关业者的支持 相信可以有效减少 相关消费争议的发生 一起打造台北市成为 不动产租买交易安全之都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房东讲房东的 房客讲房客的 我在这里面告诉他说 其实什么是不可以的 就是像不得约定的部分 也不可以写上去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就很清楚的 那我常常跟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 证照办的这些 来上课这些讨论讲 当你们拿到证照的时候 是要很清楚的 有办法解释合约的内容 就是这个两照双方 他们所签立的合约 当时所约定的一些内容部分 很清楚的解释 这样的纠纷就会变少 台北市有800多家的产业 所以我每个网站 都可以把我们的工会 地震局想要推广的资讯 我想有这么多的产业代表 都今天议会 我们绝对也会来配合地震局 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 那让我们的买 买跟我们的从业人员 都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资讯 都能够做更正确 更透明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 台北市公车112年 共载运了近4亿人次 计程车车辆规模 也超过了3万1千辆 为了要提升公车与计程车驾驶 停浪行轮的观念 台北市交通局首度举办 公车计程车安全大适施的活动 雷达设备会限制车门 车门关闭 以及马上打开车门 我们放门 这个时候没有接触到乘客 透过车门上方的自动侦测设施 上下车乘客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有被车门夹住的风险 这是由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补助公车业者装设的 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 由于公车与计程车是台北市民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运具 据统计 112年台北市公车载客人次 就达到近4亿人次 为了落实113年 交通安全年以行人安全为首要目标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与公共运输处 特别举办公车计程车安全大适施活动 号召公共运输业持续落实 入口停让行人 提升行车及乘车安全 我们邀请我们计程车的业者 跟公车的业者 当然就是对市政府 今年这个交通安全年来做宣示 希望在入口 那每一个这一个我们业者的司机 能够礼让我们的行人 那除了这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也展示了很多 不管在公车或是计程车 有很多高科技的设备 包括防甲 包括逃生的这一个玻璃 大概不像以前还要用敲的那个部分 那原则上后照镜的这一个部分 现在也都是高科技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这个不影响如果下雨的时候后视镜 看不到的这个本身上面产生的困扰 那在我们计程车的这个APP 在轿车服务上面的那状况 为了这个旅客的这个安全 它也有简性也有定位 说实在也都是一个相当好的设备 那除了增加我们公车跟计程车的高科技的设备以外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司机 在高设备的这个科技的这个 本身的协助下面 那让我们的这一些交通事故能够降低 这项宣示活动获得各家客运及计程车业者的热情响应 在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见证下完成签署 承诺将持续改善行车安全 尤其是落实路口左右转前的指差确认停车再开 这次如果发生造势特别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驾驶头人疏忽了 没有听看听 所以我们现在实施的指差确认 那指差确认呢 就是我们对行人 里让行人优先同行 这点很重要 这些就是我要实施的要落实 既然车代表者认为 不只是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 行人也应该有正确观念快速通过路口 呼吁北市府应该加强宣导 行人不断的在经过 可是我们的车子要右转转不过去 当这个要转完的时候 行人过了 那边就红灯亮起来了 所以造成很多路口的土塞跟不安全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应该从教育跟我们的宣传 媒体的这个要大力的来宣传 告诉我们的行人也要注意你的安全 除了强化公车与自然车驾驶 入口停浪行人观念 北市府也协助业者提升 车辆相关安全硕士 包括中心巴士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结合AI智联网 新兴客运者配有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 及A驻盲区即时侦测 大多位客运者导入驾驶区先进操控萤幕 电子式后照镜及内轮插警示系统等 驾驶车方面也展示设有轮椅区的通用计人车 车队建置分享行程APP的安心乘车服务 还有提醒乘客系统安全带的简讯通知 那这些的设备都是陆陆续续一直在更新跟扩充 所以往后大概的工作就是落实 再继续扩充 有些车队像公车 还没有这些设备的 我们会继续采购继续补助 有些像刚刚这种公用林田区 我们会在每个里都能够设置 那我们的计程车的 或者是这些货车 长照的车子 或者是复兼巴士 他们有安全的停车空间 乘客可以在这边等车 也不要在路口或者是红线 那个危险的地方等车 这些都是构造 我们整个比较好的 安全的停车环境 先开始 然后车辆再更新安全的一些设备 这是往后要推动的 其中大多位客运新添购的55辆电动巴士 改用推式逃生窗 方便乘客在意外发生时 能及时逃离 连副市长李四川都觉得惊艳 我们就想方设法 就让公车的乘客 安全更加更加确保 所以除了有前后两个车门 还有安全门之外 那另外左后两车各设一个窗子 推开就可以跳出来了 就做让坐公车更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表示 除了持续规划 共用邻庭区等创新服务 及协助业者提升公车与建设 相关安全设施 也呼吁所有大小车辆驾驶人 落实停让行人 共同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友善的交通环境 交通安全点 请让行人安全升级 赞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新鲜人对于薪资的期待值快速拉升 从去年的35186元大幅提升了5% 达到37213元 最想投入的产业依序为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及媒体自媒体产业 大方面对镜头跳起拉拉队应援舞蹈 就读体育研究所的Elly 大学时念的是新闻专业 个性活泼的她参加了很多拉拉队珍视 虽然还在就学就已经开始规划未来工作 我现在的话其实主要算是半工半读 但我同时又是有在修国小特教的教程 那在平常又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去打工 拉拉队算是兴趣 那最主要的话 现在就是想先把研究所读毕业 那研究所毕业之后 同时也考到国小特教老师的教程 昨天有看到小龙女有在真人 所以目前的计划是希望可以去报名参加 那还有的话就是 也是同时就是看学校有没有缺 那也会先把教程先考到 就是先去实习 然后再看最后要不要去考正式老师 我自己想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我其实就是台北人 然后我也住在家里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开销没有这么大 那薪水的话 因为我之前也有当过正职 其实我觉得我有当过很高薪水的正职 也有当过薪水很低的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都住家里 所以我对我来说薪水的高低不算什么 就读应用外语系四年级的王同学 大学实习期间当过安清班老师 觉得工作不轻松责任又大 加上薪水不如预期 因此没有选择转为正职 打算改当工作22天 月薪三万五的作业员 我是北漂主 我在台北有租房子 然后台北的物价是说实在 真的比我家乡还要高很多 然后我现在的实习工作又不是 薪水又不是很好 然后又很累 就是付出的劳力跟就是酬劳 都没有就是成正比吧 这样子讲 然后我觉得说 那我要继续做的话 我会觉得 我没有很有意愿去 就是继续做下去我实习的工作 这样子 然后我选择的是 作业员的原因是因为 对它的放假时间跟上班时间 就是休假时间放假时间 上班时间都跟安清班一样的话 那我为何不去选日行时行 比较高一点的作业员呢 然后做的事也没有比安清班多多少 对 然后我也不会就是 因此就是累到 就是没有生活啊这样子之类的 27岁的Eric正攻读资讯工程博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 顺利拿到两个录取通知 分别是年薪近150万的半导体大厂 以及年薪百万的外商科技公司 最后他选择放弃高薪 把生活品质摆第一 其实我觉得科技业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统称 那其实科技业它会分为像是半导体业 那以及就是资讯系统业 那其实像我之前毕业的时候 那其实我是像是去面一些像是半导体的一些像是台积电等等 那我觉得可能因为我那时候是预聘 就是还没有毕业我就开始先去就先去面试 可是后来面完之后就因为它里面的生活 因为都有学长姐就去 然后其实有发现就是就是会有一个加班 那以及on call 等等就是的状况 那我现在待的地方是可能就是加班时数非常少 那以及就是我们也不用上下班打卡 然后以及就是可能生活部分 就是我觉得都相对平衡 那我觉得其实在于薪水以及生活部分 那我觉得我最后选择的是生活 那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可以不用的是 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色还没亮 然后下班的时候天色还是暗的 那就永远看不到天亮的感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今年的毕业生当中 有七成三规划未来要投入职场 而在有意进入职场的新鲜人中 有两成七已经卡位成功 而最想投入的产业依序为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以及媒体自媒体这几个产业 好那马上就是毕业季 那人力银行也针对了今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 进行了求职的调查 那么调查发现有七成三的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他们是准备要踏入职场的 那当中有两成七的人是已经找到工作了 那在18学群当中找工作最积极的两大学群 是电子跟工程 有将近五成的人都已经找到工作 那今年应届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对于起薪的部分 也有比较高的期待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今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的起薪要求期待 大概是三万七千两百一十三元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成长了百分之五左右 主要的原因呢 第一是因为 其实近年来物价涨得非常的高 所以年轻人他们对于物价 生活费的压力也提升 因此对于起薪会有比较高的期待 那另一方面呢 也因为少子化的原因 导致各行各业都缺钩 因此年轻人也比较有底气 来要求自己的起薪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年轻人最想加入的三大产业 第一是资讯科技业 再来是金融业 第三是媒体跟自媒体业 那比较特别的是 公务人员已经跌出了 前三名的排行榜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近年来 可能很多公务人员 他们的福利 退售金制度 都有被砍的情况 再加上可能公务员 调薪的幅度 对比民间企业来说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年轻人再加上 他们对于生活啊工作 比较追求一个 work life balance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希望可以到 民间企业去工作 可能可以拥有更弹性的时间 其实我们调查发现 行政幕僚的工作 非常受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喜欢 那主要原因 其实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 比较喜欢做办公室的工作 所以在行政幕僚的部分 比如说从初阶的行政人员 到高阶点的顾问 甚至公司的智库等等 都可以算在行政幕僚的 工作范畴里面 那同时年轻人 除了做办公室之外呢 他们还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内容 或者是对于自己热衷的产业 投身在里面 他们会觉得比较有兴趣 曾仲威分析 在最让新鲜人心动的福利中 调查结果发现 年价天数优于劳基法 被选为第一名 其次是近期讨论度高的 周休三日 以及购物租屋补助 以及减少通勤 在家工作等 也可以看出年轻人 更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erry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魏 瑞嘉一 大家好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Temper 廖 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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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台北学武嘉宁华 6月30日 第五演唱会 大家一定要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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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盗版业者行为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合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喜欢表演艺术的青年学子有福咯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特别跟故事工厂合作 首次推动暑期培训表演课程 邀请入围金钟奖的明星阵容讲师来指导 名额有限 欢迎13到18岁就读基隆国高中职的青少年 或涉及基隆的青少年朋友 踊跃报名 星光大大 我想学表演 同学们好开心 因为基隆市政府教育处跟故事工厂合作 在基隆首创举办剧场人才培育计划 将特别邀请李绍杰 安心雅 吴宜佩等明星阵容讲师来指导 紧张和期待 因为可以遇到一些很厉害的老师 然后学习到很多不同的演戏技巧 未来想要走这条路 然后对演戏很有兴趣 我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可以遇到很多不同 然后很厉害的表演老师 然后我觉得很棒 就是我喜欢在台上 就是发展我的情绪 然后非常喜欢演戏 就是在台上的肢体 然后表情 就是不要像刚刚那样这么尴尬 这是基隆市在表演艺术培训课程的一项创举 造福青年学子 同时也邀请政策宣导大使杨宝珍 在现场宣导推广 非常的期待 而且因为这个名额有限 所以大家真的赶快来报名 因为我自己其实过往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那我觉得后来就是 随着去学表演 然后慢慢的去找回自己 以前有一些那种可能压抑的负面情绪 我都不太敢表达的 我就觉得我透过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好像在学表演 其实不只是你未来 maybe可能运用在剧场 或是你运用在你的这个明星上面 但是其实你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可以运用到这些所学的知识 所以其实这一次真的很开心 就基隆市政府可以跟故事工厂 这边来进行合作 那大家赶快来报名 到7月18号而已喔 那这四个题目 当然是我们要问他 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个表演 再来是他有什么样的专场 以及他未来学了这些技能之后 他回到他的学校 有没有要做相关公益的回馈的事情 那在前面我们问了几个这些题目 如果小朋友非常用心的作答 他当然会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那也就是透过这些评比 我们会选出最认真最积极的小孩 让他有机会成为这36位其中一位 成为闪耀的钻石 从基隆开始 明星导师李绍杰入围金钟奖 戏剧节目女配角 安心雅入围金钟奖 戏剧节目女主角 吴依佩知名主持人演员 白白台北电影节最佳女配角 剧场专业讲师 林立宇 李银辉 汪永如 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招生钟 到现在我们邀请了超过一万两千个学子 已经进入剧场 来欣赏正式的表演 我们除了说培养大家 对于戏剧的一个兴趣之外 表演艺术的一个热忱之外 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 如何一个具有美的鉴赏力的一个公民 那我们很期望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培训 你看有这么多 这么棒的一线的优秀的讲师 在我们这个指引长的一个规划之下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培训 来厚执专业剧场人才的实力 也向下扎根 活动名额有限 欢迎13到18岁 就读基隆国高中职的青少年 或涉及基隆的青少年朋友 搜寻市府教育处脸书 踊跃报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青青幼儿园 在金融市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举办温馨的毕业典礼 市总谢国良亲自到场 颁发毕业证书 民众党立委林国成也现身基隆 来参加孙子的毕业典礼 林国成的女儿 台北市议员林真宇 以姑姑的身份来观理 大家共同祝福孩子们 将成为小一新鲜人 迈入另一个求学阶段 小朋友带来可爱的演出 青青幼儿园第五十一届毕业典礼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举行 市长谢国良到场颁发毕业证书 与毕业生合照 也宣传市府积极推动各项政策 让孩子能够安心健康成长 时间过得好快 人长怎么幼一年呢 我在去年的时候 小爱今天一样过来 她有点害羞 不过她今天就大家来很开心 救了她一个同学 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我们去年就坐在这边 看看小爱毕业 然后没想到幼一年毕业了 不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送孩子到进进来 让我们很放心 然后能整个教学 都让主要是孩子快乐 平安快乐 然后能够在这边长大 真的很开心 我们给我们的园长 我们的董事长 一个热烈的掌声跟感谢 青青等着五十一年来 一定尽心尽力 跟着社会上的脚步 一起来更改我们教学的方式 我们现在的教学 都是很多都是户外的 都是很活跃的一个教学 我想你的小朋友送到青青来 我们绝对不会服务家长的期待 那当然每年来到这里 我就觉得我现在又老了一岁了 因为我的小孩是在青青是第三届毕业的 那现在已经五十一届了 所以真的是不简单 毕业典礼中来了多位贵宾 包括前议长张芳丽议员 安乐区长简易哲 立法委员林佩祥代表 还有民众党立委林国成 也特地来参加孙子的毕业典礼 林国成的女儿台北市议员林真宇 也以姑姑的身份来观礼 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 因为我是家长的家长 也就是我的孙子也是独独这家 亲亲 所以我觉得今天毕业典礼 我们大家来第一个祝贺 那第二个来感谢亲亲 对小孩子的细心的照顾 写前前的她的这些各项的教育 亲亲幼儿园 我个人觉得值得信赖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孙子毕业 看到亲亲每一年都这样茁壮 我是觉得对下一代是有帮助的 各位基隆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 今天北北基生活圈也要来支持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亲亲幼儿园 然后办了毕业典礼 那其实我很荣幸 因为我的小姿子也在亲亲的照顾之下 然后学习了非常的多 然后不管是笨笨笨啦 英文啦 然后跟很多的社交运动 我觉得其实亲亲都给了孩子们很棒很棒的空间 亲亲幼儿园第五十一届毕业典礼 今年共有三十九位毕业生 所有来宾都献上祝福 期许孩子们在家长用心的陪伴照顾下 勇敢追梦 迈入另一个求学阶段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一种市里面 有搜藏基隆版的亲民上河图 意境内容耐人寻味 让来基隆市议会访问的 日本八代市议会访问团一行人相当惊艳 基隆版的亲民上河图 让日本八代市议会访问团一行人相当惊艳 里面不只画着基隆港口景色 也有基隆庙口以及著名的庆安公妈祖庙 韦托航 中正公园以及海科馆等 总共基隆三十六个著名景点和地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亲自向八代市议会议员们介绍 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规划三十六个景点在这一幅地图上面 基隆港 美丽港 这边是基隆港 然后基隆庙口 然后我们议会上面有个中正公园 观音菩萨那里 然后那边有那个朝靖公园 有一个那个八斗子望海巷 就是我们基隆的三十六个很重大的景点 都在这幅图上面 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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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田辽河 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在台湾开墾的第一条人工运河 就是这一条田辽河 游轮 除了基隆住民景点和地景 画里面也有以活动为主的老鹰嘉年华活动 和中原季放水灯头活动 更有以人为主 记录在仁爱市场一楼采买蔬果鱼肉 以及到二楼享用各项美食小吃的景况 整幅画就是希望把基隆著名的景色和人文文化浓缩在一起 让来访的贵宾一目了然 基隆市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各项文化及建设发展 这个是一个节点吗 对 厉害 这个是我们每年暑假的一个叫做老鹰嘉年华的活动 因为我们基隆港周上面会有很多老鹰 老鹰是我们基隆的饰鸟 那我们就有一个老鹰嘉年华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走在街上 我们都会有很多来宾嘛 客人 然后我每一次用这样子介绍比较快 介绍基隆 所以我请一个这个画家特别画了这幅图 国宝及宋朝绘制的清明上河图 由故宫收藏享誉国际 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 则是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室里面 虽然绘画方式历史价值完全不能比较 不过意境内容是类似的 同样是记录当代基隆市民的生活方式 建筑以及著名的景点 这次来自日本九州八代市市议会访问团 由八代市市议会经济企业委员会 委员长古秋金毅 以及议长田芳芳信一行七个人组成 在基隆市姐妹市促进会 理事长陈士兵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基隆市议会拜会议长佟子委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 双方就两世之间长期以来的熊本熊物产展 以及港口游轮观光发展 甚至到老年化的长照 以及棒球运动等多项问题交换意见和经验 彼此都希望可以借进对方的优点 促进两世间的各项发展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被是你 Gallid 再结束无高等鞋 гораздо推定 大家好 嘉讞 摆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 벤� ھ殿base 我是小薇你回家一 大家好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淭牌 慧雅 大家好我是 we've we've 大家好我是 2024台北水舞嘉玲华 6月30日冰舞演唱会 我在西空马头彩虹桥 跟您哦 你先出来 2024台北水舞嘉玲华 6月30日冰舞演唱会 大家一定要来哦 一样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可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清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2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清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士产业